第481章 主使 电话开着免提 对面说话的声音是个男人 倒是没有任何的意外 只不过这声音听起来并不是我认识的人 而且对方竟然找了一群普通的小痞子来 估计也是一个普通人 我将电话接过来 既然你敢接电话 就别怕我找上你啊 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说你为什么要让人捣乱 电话听筒对面的男人听见这个声音换人了 马上就意识到不对劲了 被我一番威胁之后 声音竟然带上了悲愤的哭墙 这着实让我意外啊 心中却觉得好笑 你一个大男人好端端的哭什么 我这个被你找麻烦的都没哭呢 结果当电话里的男人说出了原因之后 我跟着就愣住了 这电话里的男人交代说 他是买了我小鬼中的其中的一个顾客 但是这小鬼买回去之后就发生了意外 他的老婆惨死在家中的厕所 公司也被弄得是鸡犬不宁 员工基本都离职了 面与解散的地步 我将这段话听完 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 我心中的不安渐渐的扩大 神色凝重的 看了海爷一眼 师父 事情搞大了 我问清楚那男人的位置之后 就挂断了电话 至于这群小痞子 我自然是把他们给赶走了 海爷疑惑地看着我 见我这个表情 他脸上的轻松之色 也全部消失了 小的 你听见啥玩意儿了 你怎么脸色这么臭呢 我看了一眼探头出来的学员 对指人流说 你带他们回去 我和海爷去去就回 说完 我就赶忙拉着海爷上了车 海爷一脸的懵 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上车之后 我这才开口说 师父 咱们卖出去的小鬼杀人了 听见这话 海爷也跟着一愣 臭小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说过 经你手里的东西 肯定没问题吗 我这时候已经来不及多想了 将那男人的话给海爷重复了一遍 搞得海爷心里也慌慌张张起来 我们虽然赚钱 但是赚的都是良心钱 绝对不会伤人性命 就算是海爷不说 我们师门有这个规矩 我也根本没办法对活人下这个手啊 车子很快就停在了一栋建筑的跟前 我和海爷迅速上了大楼 找到那间工作室的时候 到处都是一片狼藉 不知道的 估计会以为这里正在重新装修呢 一个穿着西服的男人 颓废地站在窗户跟前 我和海爷走过来之后 马上将男人给拉了下来 见到这男人的脸之后 海爷摇了摇头 哎呀不对呀 不对呀臭小子 你是不是弄错人了 我没见过这个人呢 听见海爷这话 我也以为自己认错人了 赶紧将人放开 因为海爷卖小鬼的时候 都是必须让人老板亲自上门的 或者他会亲自上门指导 以免出错 这人海爷说没有见过 那肯定就不是了 在我们两个忙着找人的时候 这男子马上就抓住了 我和海爷的胳膊 你们两个是李冰河 齐刘海 我看这男人竟然说出了我的名字 马上就点了点头 心中有些意外 还不等怎么样呢 这男人的手上多出一把小刀 接着就往我的肚子上刮了过来 我吓了一跳 幸好躲得快 这男人明显手软 看样子是第一次拿刀伤人 我往后退了一步 接着就躲开了小刀的攻击范围 这时候我的火气也上来了 你怎么回事你 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病啊 这男子就像是没听见我的怒骂一般 红着眼睛就对着我冲了过来 手中的小刀 接着又朝着我划过来 海爷也在一旁劝着 朋友 你是不是收了谁的钱呢 你想算计我们仕途俩呀 你现在告诉我那个人在哪 我马上就给你两倍的钱 难得海爷今天大放了一回 这男人却不为所动 我马上反应过来 这人很可能就是受害者 我心神一动 他手中的那把水果刀 马上就化成了铁水 站在了地上 我一上去 直接就将人制服在了地上 哎 有话好说啊 你别动不动就拿刀子 小心送你去坐牢 我的话一说完 这男人接着就哭了 我心说 得 我这还是第一次将一个大老爷们儿给弄哭呢 一旁的海爷皱着眉 轻轻地踢了男人两脚 哎呀 你 你一个堂堂三尺男儿 咱们说哭就哭啊 好汉我生平最讨厌你这样的软蛋了 你们害得我家破人亡 竟然还上门欺负人来 我跟你们拼了 说完这话 男人哭喊着就朝着我按住他的手腕咬了过来 我一看 马上往后退了一大步 我心说 这男人还是属狗的 好不容易将他捆绑起来 我和海爷这才一副审问犯人的模样问他 你就是电话里说买了我们小鬼的人 这会儿男人也不哭了 狠狠地朝着我和海爷看过来 见到他这个模样就像是要吃了我一般 他也不说话 海爷倒是开口了 实话和你说了吧 你肯定是被人算计了 我卖出去的小鬼 那绝对是要和买家见面 当面知道的 你就说 你有没有见过我 海爷翘着二郎腿 神色轻松地看过去 不管怎么说 既然了解这人家的事和我们没啥关系 我心里也就跟着松了一口气 男人瞪着眼睛 神色并没有放松下来 你们胡扯 如果不是你们人买的东西 我是怎么找到你们联系方式的 似乎觉得男人说得有理 我忽然询问 那卖东西给你的人 长啥样你还记不记得 男人闭上嘴不再说话了 就好像我和海爷摆明准备戏弄他 而他宁死不屈一样 海爷打了一个哈欠 已经没有耐心了 他站起来 朝着这男人瞥了一眼 哎呀 你爱说不说 反正我也没什么兴趣了 不过丑话总是要说在前头的 既然你不说 那我们就走了 你爱去哪里闹去哪里闹 下回再见你啊 我就打得连你亲妈都不认 海爷这句话说完 男人终于松口了 从他口中得出的消息 让我和海爷都是一愣 因为那外貌描述和我们认识的大黄牙 基本上就是一个人 只不过这段时间 我根本就没见到大黄牙 没想到之前这家伙专门找我 让我传授什么抓鬼之法 我基本已经可以确定 这件事就是他做的 海爷的神色也变得有些不好看 怒骂了一声之后 甩袖子就要走 我赶紧拉住了海爷 哎师父师父 您这是干嘛去啊 我要去找那陆军狗日的 竟然把脏水破到大爷我身上来了 海爷口中的陆军 就是大黄牙的本名了 我一听赶忙劝他 师父 现在你说的事情不是最重要的 咱们还是帮人家把鬼收拾了再说吧 眼下如果我和海爷不收拾这烂摊子 我心里会觉得过不去 不管怎么说 这大黄牙起了这个心思也是怨我 做交易的时候 没有把人给清干净 我朝着地上被我绑起来的男人看了一眼 走过去帮他将绳子松绑 行了 你起来吧 鬼在哪 你带我们过去 第482章 陆军 这男人 这时候也不像之前那样情绪激动了 虽然对我和海爷依旧是提防着 但还是带了我们去了他住的公寓 海爷上了电梯 就开骂了起来 我的顾客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啊 你想买我的小鬼 我说不定还不乐意卖给你呢 男人被海爷说得没了面子 我赶紧劝了海爷一句 让他停下了骂声 电梯停下来了 我们走进男人家里的时候 我马上就察觉到那东西的存在 海爷和我对视了一眼 接着就朝着浴室的方向过去了 浴室里 一个长发的女人 正坐在里面梳头 长长的头发将脸给遮住 根本就看不清楚她的脸 一股难闻的味道 扑面而来 浴室的灯光很暗 但是女人的皮肤 已经能够看得出是白得渗人了 水龙头没有关紧 能够听见滴答滴答的声音 海爷大喝一声 孽障受死 接着手中就拿着符齿冲了上去 这女人呢 不 应该说是女鬼 突然就转过身来 露出了那张被水泡的全是褶子的脸 郎君 你好狠的心哪 当年抛弃了我 如今竟然又找了两个道士来害我 郎君 你好狠哪 女鬼一边忧愿地说着话 脸面完全变了一个人 一张布满黑色纹路的脸 出现在我和海爷的眼前 这女鬼的指甲 也变得锋利坚长 接着就朝着海爷的心脏挖了过来 剑状我也顾不得留守了 火灵珠之力 就湿在了女鬼的身上 她那种威风劲一下子就没了 瘫软在了地上 领着我们来的那个男人不敢进来 将女鬼收进了阴明胜任之中 接着对外面说 没事了 进来吧 男人哆哆嗦嗦地进来 洗手间里恢复了正常的模样 男人目光紧张地朝着周围看了一眼 那女鬼真的走了 听见这话 海爷笑出声来 朝着男人的脑袋打了一下 你吓破胆了吧 就一个小鬼 哪里是我们的对手啊 看海爷这时候还扯皮 我心说 刚刚要不是我出手快 指不定海爷就会被挖下一块肉的 女鬼暂时被我收进了阴明胜任之中 我并没有选择直接将她的魂魄打散 想要度化她 这样这女鬼还有投胎的机会 男人得知鬼已经被除掉了 眼睛一红 马上又要哭 我觉得头疼 哥们你好好说话 成不成 你别挣那些娘们才有的东西 我老不死了 你们一定要帮我把坏人找到 男人口中的坏人就是大黄牙了 我心说你不提这个醒 我和海爷也一定要去找大黄牙 海爷点了点头 一泊云天地接下了这话 拍了拍男人的肩头 你放心 这事包在我身上了 男人跟着我们一起从公寓出来 他家女鬼的问题解决了 但是那大黄牙的事还没有解决 这家伙让他继续下去 说不准还要害更多的人 怎么说 我和海爷也沾上了一点关系 当初大黄牙来的时候 居无定所 后来暂时住在了火葬场 我倒是听孟江说 大黄牙闲宿舍挤 搬到火葬场附近的小平房去住了 当我和海爷找到大黄牙的时候 这家伙正在小屋子里数钞票呢 被海爷一脚踹开了门 大黄牙满脸的惊骇 他张着嘴瞪着眼珠子 怎么也没想到 我和海爷找上门来 恐怕他还不知道 他卖出去的鬼闹出人命了 哟 小李哥 海爷 您二位怎么来了 赶紧坐 大黄牙见到我和海爷 赶紧将那一叠一叠的红色钞票 装进了一个破旧的书包 海爷见到这些钱 马上就明白过来了 脸色变得铁青 你这个乌龟儿子 竟然敢诬陷我 我今天就好好收拾着你 让你知道什么是本分 说完 海爷就哇哇大叫着 上去将脚踢在大黄牙的胸口 将大黄牙直接踹倒在地 海爷 这无缘无故的 你打人就不对了 大黄牙滚了一圈之后 从地上颤微微的爬起来 不等他说第二句话 海爷的脚再次踹了过来 大黄牙这时候也急了想要反抗 虽然海爷的年纪大 但是身子骨硬朗得很 直接将大黄牙按在地上 一顿的暴打 边打边说 小王八蛋 还想打你爷爷我 吃了豹子胆不成 海爷的话说完 巴掌 啪啪啪的就落在大黄牙的脸上 我看大黄牙被海爷虐成这个模样 心中觉得这个家伙也是倒霉 此时我身后的男子 也上来对着大黄牙补了几脚 就是你 害死我老婆 你竟然坐在这里数钱 你还有没有人性啊 男人边骂边踢 我看他们两个人打得热闹 自己坐到门槛上抽了一支烟 回来就看到男人打累了 坐在大黄牙的肚子上休息 你想要个什么结果啊 我朝着男人看过去 问了一句 听见我问话 男人的目光这时候朝着我看过来 恶狠狠的朝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我想让他给我媳妇尝命 大黄牙被打得鼻青脸肿 似乎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听见这男人说要他尝命 大黄牙马上就反应过来 哎 有话好好说 好好说呀 我都不知道是咋回事 大黄牙这句话说完 男人的脸色一下子就拉了下来 他狠狠的对着大黄牙的脑袋就是一拳 你上次将那个要命的鬼卖给了我 你忘了 我倒是很配合的 将女鬼从阴明胜任中放了出来 这时候大黄牙认出来了 马上就害怕起来 毕竟他做这些事的时候 恐怕也没想过会出人命 想到这大黄牙很可能还卖出去不少的小鬼 我不想再有悲剧发生了 马上就问 你卖出去多少小鬼 你现在将人联系一下 我去将东西要回来 顺便帮你擦屁股 一旁的海爷也反应过来 得尽快将事情给处理了 不然再出人命 那就不好收场了 旁边的男人 倒是没有反驳我和海爷的意思 大黄牙也害怕了 马上就爬起来 去联系那些人 我和海爷带着大黄牙东奔西跑 一下午的时间 终于将大黄牙卖出去的小鬼 全部收了回来 不得不说啊 这家伙还真是有点生意头脑 因为我和海爷卖的价钱比较高 这家伙就专挑那些小老板下手 价钱也相对便宜些 好在没有卖出去多少 我和海爷将所有的小鬼收回来之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 因为这么一来 这边的事就算是解决了 至于大黄牙 杀了他给人偿命 那是不可能的了 将他抓进局子里 又没有作案的证据 最后算是不了了之了 大黄牙后来去哪 那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大黄牙这边的事结束之后 我和海爷就窝在了火葬场的宿舍 卖小鬼的事情也暂时停止了下来 我和海爷都有默契的 谁也没有再提过这个买卖 学院精简了一部分人 有时候没事 我就过来指导他们练习 只不过 我也就是仰仗了灵珠之力 对付那些个鬼怪才会这么轻松 要是没有了灵珠之力 我估计就要削减掉 百分之九十的战力了 第四百八十三章 百人学校 于婉儿时不时的跑两趟火葬场 苏雨晴 我则是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关于我们草鬼派灵珠之事 我没有和海爷提起过 海爷也没说过 至于那乌龟壳上到底记载了什么东西 我更是不知道了 因为不再卖小鬼挣钱 每天都是看着花钱不挣钱 加上之前那段时间挣得多 现在不挣钱了 就觉得心里面痒痒 整天的也不休行了 整天就琢磨着挣钱的事 我还以为 是因为和海爷待久了的缘故 从自己的宿舍出来 我就想到了一个挣钱的绝佳方法 马上就跑到海爷的小楼上去了 师父 我有事见你 我敲了敲门 现在的海爷 总把自己锁在研究室里待着 我想找他直接来研究室 绝对能够见到人 听见我说话 海爷让我进了屋 我见他还在那边研究着银针 忍不住笑了两声 师父 这东西您还没放下呢 我看整天研究 也不见得研究出啥门道来 听我这么说 海爷不乐意了 朝着我看了一眼 接着就将目光落在了银针上 小小子 你不是找我有话说吗 你不说你出去 我甘笑一声 赶紧开口 师父 我想了 咱们还是开个学校实在 专门收学生的钱 按星期收费 有天赋的可以免费 但是必须入邦 您说怎么样 听见我这主意 海爷马上就转过脸来 小子 行啊 现在也知道赚钱了 我早就和你说过 人这一辈子没啥好念叨的 就是一个钱子 有钱干啥都好使 对于海爷这话 我并不怎么认同 眼下就想拉着海爷和我一起投资 见他有兴趣 我马上将我的想法和他说了一遍 海爷马上就表示了支持 有了海爷和我一伙弄这事 学校的基地很快就定下来了 就在火葬场跟前的一个废弃厂子里 将那地方租下来并没有花多少钱 加上我的空土之能 一晚上的时间 就将废旧的工厂改造一新 当我见到眼前的建筑之时 自己都觉得惊讶了 我突然觉得 我有这个本事 还不如去当房地产商合适呢 一晚上就建好了 而且还省去了工人的费用 一旁的海爷 也是忍不住惊叹出声 小子 真有你的 对于海爷的夸奖 我不以为意 招收学员的工作正式开始 因为这东西啊 是不能摆明面上的一件事情 不然很有可能被当作邪教团伙给带走 我和海爷招人的时候 也不敢大肆的宣传 好在于婉儿这丫头在 给我们帮了不少的忙 虽然要价高 但是这学校很快就招了不少学员了 一个一个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我心中暗想 自己这也算是开了贵族学校了 就是学校的设施简陋了一点 路过的人也不是瞎子 这地方一夜之间就出现了一栋高大的建筑 自然是非常吸引人的目光的 不过这也很好地成为了我们学校的宣传广告 指人流负责教学生 我给了他一个名誉校长的头衔 反正自己是很少去学校走动 学校距离火葬场并不远 我偶尔会过去一趟两趟的 天气渐渐燥热起来 眨眼间 周围已经呈现出一片聪裕的景象 关于晴天 再也没有出现过有关他的传闻 这一度让我有些安乐起来 甚至将晴天的事给忘了 学校开了一个月的时候 学员就猛增到了两百人 至于有人询问我们这学校是干嘛的 我对外一律说 是学扎纸人的小学徒 至于别人信不信 那我就懒得管了 期间 审车给我打了两次电话 说是接到举报 我都没放在心上 可是今天坐在海业办公室的时候 却接到了指人流一个电话 当我坐在海业办公室的大厅喝茶的时候 指人流的电话打了过来 这段时间海业要是没事啊 也会外出接个抓鬼的单子 他都自己去 今天也不在 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喝茶和疯子聊着天 主人 不好了 你快过来一趟吧 刚接起电话 就听到指人流的声音很是着急 我将瓜子皮吐出来 然后问 你说 出什么事了 主人 学生集体中毒了 现在都躺下了 我挂了电话 马上就出了办公室 疯子不知道我这边发生了什么事 也跟着跑了过来 我跑到学校大门的时候 就看到指人流急的在大门口打转 见到我过来 连忙拉住了我的袖子 主人 快跟我来 我们学校一共两百个学生 此刻全部躺在了大教室的地上 一个个疼得打滚 更有人已经晕了过去 指人流 给医院打电话没有 我也不是医生 对于眼前发生的事情也没招了 指人流摇了摇头 马上去打医院的电话了 这时候 客生自己从阴明圣任中出来 看了看地上躺着的人 然后把手搭在了其中一个学员的手腕上 哥 他们 客生这边才刚说话 一个女人的声音跟着响了起来 叫出沉潇 我就把解药给你们 说话的人出现在大教室的门口 对方穿着一身大红的长裙 面上带着冰冷的表情 此人正是萧玲 我记得这个女人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有一天会被和欢派的人找上来要人 看着面前出现的萧玲 我的脸拉了下来 是你放得多 说着话 身体之中的火灵珠能量 已经开始运转起来 我说了 把陈萧交出来 我就给你解药 否则今天这些人必死 萧玲的声音 像是箭在玉器上发出的声音 很好听 但是她做的事却有些狠毒了 我朝着萧玲看了一眼 也不理会她 直接上去将萧玲给抓住了 我原本以为这女人还有什么本事 敢一个人出现在这里 但事实上 我发现自己高看她了 将萧玲抓住之后 我的声音也跟着变得冰冷起来 把解药拿出来 我可不是吃素的 说完 我的手上已经升起了一团火焰 说着话就要朝着萧玲的辫子烧去 你欺负女人 还是不是男人 萧玲瞪大了眼睛挣扎起来 我的精神体窜进萧玲的体内 发现她根本就是一个普通人 且不说她是女人 就算她是男人 估计也挣脱不了我的束缚 更不要说 她还是一个普通人了 眼看着她的头发 已经烧得有些焦味 萧玲终于松口了 我给你就是了 但是陈萧 你必须交给我 我看都这时候了 这女人竟然还和我谈条件 我觉得有些不耐烦 我根本不知道陈萧在哪 你找错人了 不可能 陈萧最后就是和你在一起的 一定是你将她抓起来的 萧玲不信我说的话 挣扎着还想从我的手中逃出去 我接着就让她尝了尝 什么叫做被烧烤的滋味 我说了给你 你竟然还欺负我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萧玲大叫一声 眼泪都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 见她这个模样 我竟然有些自责 我是不是下手太重了 我一把将萧玲松开 我心说 这和欢派的人还真是有意思 竟然出了这么个傻女人 没搞清楚就出来了 拿到解药之后 我让疯子将萧玲抓了起来 然后将解药融化在水中 给学员灌了进去 解了毒之后 我赶紧让指人流 给之前的医院打电话 让他们别来了 但是这些学生 一个个都是身胶肉贵 说什么都要去医院 再检查检查 看着喝了解药的学生 确实没事了 我这才朝着萧玲 打量过去 这和欢派到现在为止 除了那个陈萧老 出来给我找麻烦之外 其他的人 和我并没有发生过 太多的牵扯 我当然也不想得罪 这个门派太多的人 第484章 血魔之女 一番威胁之后 我就从萧玲的口中 得知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这陈萧 在上次火灵珠事件之后 已经被赶出了和欢派 他携带着法器 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最后一次 是陈萧和我在飞机上相遇 这件事情 早就过去很长时间了 我不知道这萧玲 是怎么怀疑到我这边来了 你说陈萧全走了 你们门派的法器 这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好笑地看着萧玲 这女人竟然是血魔的女儿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就将放走她的心思 给丢掉了 这女人回去之后 肯定要带着她老爸 回来报复 还不如我将她留在身边 看着何事 这样血魔过来 我也算是有个人质在手中 呸 你们外面的人没一个好人 别以为这样说 我就相信你 我一听就乐了 我不是好人 我至少从来不做 烧杀掳掠之事 要是我都算坏人 那估计天下还真没几个好人了 你以为你们和欢派的人就是好东西啊 一个个整天想着些淫秽的东西 像陈萧就经常出来抢人东西 还贩毒 这些你知道吗 我冷笑一声 救护车已经赶过来了 将学生一个个都拉去了医院 剩下大部分的人都一副敬畏的 远远朝着我看过来 在我和萧玲说话的时候 有几个胆子大的走过来和我说话 您就是李老大吧 早就听刘校长说几个年 听见这学生说话 我看过去 见到这学生的年纪和我差不多大 那指人流倒是被尊称了一声校长 我下意识地看了指人流一眼 配上他的那副长相 怎么都觉得有些别扭 我没说话 这学生继续大着胆子问 李老大 您刚刚手上冒火的那招 是怎么练出来的 我也想跟您学学 我一愣 马上就笑出了声 想学 让你们校长教去吧 你既然知道我是谁 那最好放了我 不然我爸过来 你一定会付出代价的 萧玲一双性眼怒视着我 对于他的恐吓 我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疯子 带他过来 我笑着对疯子说了一句 接着就朝着办公室走去了 海爷回来的时候 我们这边的事情 都已经处理完毕了 当海爷见到萧玲的时候 将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个遍 最后这才开口说 哎呀 小子 你 你怎么将女学生给绑过来了 这女学生犯啥错了 听见海爷的话 怪不得我没感受到什么能量波动 和他老爹一样 只能靠着一些不入流的手段 海爷摇了摇头 坐下来准备喝茶 那萧玲听见我这么说他父亲 一张算得上漂亮的小脸 马上就沉了下来 你们才不入流 你们偷走我的灵珠 竟然还敢翻过脸来骂我爹 我看你们倒是一个个人面兽心 萧玲的这一番话说完 海爷和指人流都乐了起来 像是听见了什么很好笑的东西 但是都默契的没有理会这个萧玲 在我们几个人说话的时候 于婉儿倒是出现了 这女人几天不来火葬场一回 我都快忘记她了 海爷见到于婉儿到格外的亲切 马上就招呼上去了 小妮子你来了 快过来坐坐 海爷上前招呼于婉儿 于婉儿的脸色看上去有些劳累 这时候于婉儿的目光 落在了萧玲的身上 接着朝我疑惑的看过来 啊这女人是专程来学校投毒的 被我抓住了 见到于婉儿的目光 我倒是简单的开口说了一句 萧玲马上就不乐意了 什么叫专程来投毒的 你要不是偷了我们的宝贝 还将陈萧那个混蛋藏起来 我能过来用这种办法威胁你吗 萧玲红着一张小脸 怒声看着我 倒是极为愤怒的模样 见她这样 我没说话 反正这萧玲已经认定了是我偷走了他们的宝贝 那我还能说什么 至于陈萧的事 我也是冤枉的很 我向来和那个娘娘枪不对付 又怎么可能包庇她什么呢 于婉儿大致了解情况 就对萧玲失去了兴趣 在一旁和海爷聊了起来 萧玲被绑在了椅子上 暂时我还没打算对她怎么样 就算她是和欢派的人 也不过是一个女人 我下不了手 不过还好我没忘记 和欢派的人脖子上 基本上都挂了个蝙蝠的手指 这女人既然是血魔之女 肯定也有 我就朝着萧玲的脖子上摸过去 这女的小脸红得厉害 你看什么 臭流氓 萧玲红着脸看我 满眼的愤怒之色 我摸到了一根绳子 马上就将东西拉了出来 轻笑着看向了萧玲 别误会 我就是拿个东西 我轻笑着将绳子拿在了手中 然后将手指项链拿了出来 之前的两个已经被血魔拿走了 这东西既然毁不掉 就暂时先放在我这里保存也成 反正落在萧玲手上 我就是觉得不放心 于婉儿的目光一直盯着我的动作 萧玲似乎也看到了 马上就朝着于婉儿怒视过去 你看上的这个男人真不怎么样 萧玲这话说完 于婉儿的小脸马上就白了 你说什么 于婉儿白着一张小脸 神色很差 接着就站了起来 我见于婉儿这么大的反应 赶紧拉她坐下 哎哎哎 你和这女的一般见识做什么 虽然这么说 但是这萧玲还真是嘴上不饶人 我好不容易拉住了于婉儿 这萧玲又开始念叨起来 你看什么看 我可没说错 这萧玲的嘴巴停不下来了 我觉得脑袋都大了 好在指人流反应快 上去就给萧玲的嘴巴里塞进了一团抹布 让她没办法再开口说话 于婉儿被气得不清 坐下来之后 一直瞪着萧玲 她忍不住冲我发泄起来 丽冰河 你将这疯女人带回来做什么 你快把她扔出去啊 我不想看见她 于婉儿小姐 这事情我考虑考虑 暂时这女人留着还有用 你就当她不存在就吃了呗 一旁的海爷 见我们好不容易停下争吵 开口进入了正题 婉儿女子 你这边散发的消息怎么样啊 我可是等着再招收一大批的学员呢 于婉儿也缓和了下神态 闽纯倾笑了一声 海爷您就放心 今天我过来 就是商量这件事来的 我正想问问 学校这边还有多少空间可以用 学生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如果没什么问题 这次可以来五十来个学生 都是我从外省招来的 听见于婉儿竟然从外省 招收过来这么多人 海爷有些不安起来 婉儿小妮子 你从外省怎么招过来的这么多人呢 这这大部分人都是什么背景的 海爷也害怕于婉儿招过来一批毛头小子 到时候再被人家父母找上来 那就尴尬了 于婉儿知道海爷还在想什么 轻笑着接过了话 放心 都是在社会上有自己事业的人士 他们来也是自己愿意的 我只是负责联系人 得知这次来学院的不再是小朋友一级的 海爷松了一口气 今天萧陵投毒的事情 我也算看出了毛病 我们学校现在的人数大约有两百余人 但是过半的人都是十几岁的小屁孩 动不动发生问题就要去医院 就要去找他们父母的 我这又不是成年人的幼儿园 但是他们交了学费 我也不能把人给赶走不是 学校新生的问题 我们算是没有了担忧 指人留给大家上课 我们也是按照比例给指人留分工资 海爷倒是没事的时候 会跑到学校两趟露个面 顺便教点东西 第485章 三个问题 于婉儿离开之后 这萧陵谁来看管就成了问题了 这女人是血魔的女儿 交给别人看管我根本就不放心 干脆将萧陵 关在了海爷办公楼里的一个小房间里 我则是从自己宿舍搬到了萧陵的隔壁 我已经有段时间没有练习服纸了 晚上没事 我就在海爷的眼皮底下练习画服 我自己感觉自己进步不小 但是海爷却一点也不满意 这让我多少觉得有些伤感 师父 你那个银针研究出什么门道没有啊 听见我问话 海爷的脸色变得有些不自然 臭小子 你你就知道哪壶不开齐哪壶啊 要是研究出了门道 我还能和你坐在这里闲扯呀 不早就去实验去了 海爷骂了我两句 接着将我推开 自己去绘制了一张服 见到海爷画服的动作 我自己也能感觉出不小的诧异 但是就是没办法和海爷相提并论 师父 您这画的什么服啊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我看着海爷笔下 出现了一个新奇的图文 并不是我原来见过的那些 心中觉得好奇 海爷黑黑笑了一声 你去将屋里那小闺女带出来 见海爷闭口不提这扶纸的作用 反倒是让我过去带萧灵过来 我觉得有些摸不着头脑 但还是去将萧灵带了出来 萧灵的嘴巴塞上抹布之后 倒是安静多了 那双眼睛瞪着我 我也倒懒得管他 海爷将服指 一下子贴在了萧灵的脑门上 萧灵接着就翻起了白眼 黑眼珠子朝上翻了进去 看着很是诡异 你这次过来到底有什么目的啊 海爷问话了 我信说 这萧灵怎么可能乖乖地听话说出来呢 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 萧灵的声音有些迟钝 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来的 我来找陈萧 拿回法器 我看着萧灵这个神态 马上就反应过来 是海爷手中的扶植起了作用 我心中有些疑惑 海爷什么时候会了这么牛逼的一招啊 之前他怎么没有教过我这个 接着海爷又问 你这次出门带了多少人呢 萧灵乖乖地说 我自己偷偷溜出来的 没人知道我去哪 回答完了海爷第二个问题 萧灵的身体就颤抖了起来 像是要醒过来一般 海爷赶紧问出第三个问题 你们当初是怎么找到火灵珠的下落的 听见海爷问到这个问题 我也是心神一动 对呀 当初我们可是在那个小岛上 火灵珠出现之后 几乎是同一时间 客生的师父就出现了 接着是陈霄和血魔两人 按他们出现的时间算 似乎早就知道 火灵珠在这里一般 我心中紧张起来 紧紧地盯着萧灵 萧灵珠这句话说完 整个人的身子一震 直接倒地 似乎晕了过去 我看了海爷一眼 师父 您是不是猜到什么了 这时候我已经来不及 询问关于那扶纸作用的事情 而是对萧灵这件事产生了极大的疑问 这么说来 我心中觉得不安了 难不成我们的身边 有他们和欢派的眼线不成 我清楚地记得 当初上小岛的时候 只有我自己呀 最多就是在码头 碰上了白眼婆 和她的儿子 但是我可不觉得 白眼婆会早就知道火灵珠之事 就算她知道 我也不觉得 她会将这件事告诉我们的敌人 因为从始至终 上次火葬场大战中 白眼婆虽然没有和我们一伙 共同对付那些阴魂 但是她也没有明确地和晴天一伙 只是为了她的儿子的魂魄复活 而阻止我毁坏阴阵而已 后来从海爷口中得知了他们的往事 我更不会觉得白眼婆会做这件事了 如果问题不是出在我们的人身上 那就只能是白星的弟子 或者是那个浴室中脱胎出来的怪物有问题了 我望着海爷 希望听听他怎么考虑的这个问题 海爷皱着眉 叹了一口气 说起来这小岛之争 已经过去四五个月了 我在地心之中沉睡了整整三个多月 后来回来之后 海爷从来没有和我说过他心中的疑问 现在对萧灵的体问 我才知道海爷原来和我一样 对这件事都是心存芥蒂 这件事说起来啊 也不是什么值得考究的问题 只是白星和我是这么多年的朋友 他的死一直困扰着我 我必须要找出原因来 要说最有嫌疑的 那恐怕就是白亭了 海爷再次叹了一口气 神色有些颓丧 我很少见到乐观的海爷 露出这样的表情 我也跟着严肃起来 那白亭之前我接触过一段时间 正是海爷和我从小岛回来 海爷去寻找白眼婆之时发生的事情 这白亭给我的感觉非常的正直 我怎么也没想到 海爷竟然怀疑他 师父 这人之前我接触过 他 似乎看出我准备说什么 海爷直接打断了我的话 小子 人心不可测啊 你看到的 很有可能是他想让你看到的一面 并不是全部 说完 海爷看了一眼 还在地上躺着的萧灵 对我摆了摆手 先把他抬进去吧 我这才想起 刚刚海爷施展在萧灵脑袋上的那张符纸 马上就来了兴趣 二话不说 赶紧将萧灵抬回到了小屋 然后兴致忡忡的 跟着海爷询问那符纸的事情 师父 这符纸您是什么时候研究出来的 我之前可没有见您还会这么一招啊 见我新奇的模样 海爷笑了起来 小子 这就是我从那银针之中研究出来的东西了 只不过呢 这符纸有个弊端 只能从普通人的身上下手 而且每个人只能用一次 之后就不管用了 得到海爷的解释 我马上就来了兴致 师父 您再画一遍 教教我 这招太牛了 我满眼放光的看着海爷 见到我这个神色 海爷倒是挺高兴的 谁不高兴自己被人夸奖呢 海爷重新绘制了一遍 我比着海爷画出来的符纸 自己在那边研究了半天 然后用在人的身上一点用也没有 反而是将火葬场的员工吓得不轻 大半夜的 谁身上突然被贴上这么一张符纸 那都会被吓一跳的 我的注意力被海爷新交的符纸吸引了 一晚上通宵达旦的画了一纸篓子的废纸 什么用也没有 这热情消磨光了 我这才回去睡觉 萧灵就在我的隔壁 晚上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次日醒过来 我照常将琴拿树又温习了一遍 可就是这时候 我去火房吃了早餐 顺便把海爷和萧灵带回来一份 虽然说这萧灵算是我的人质 但是我倒是没想过要苛待他 问题也就是这时候发生了 我打开小屋的门 屋里早就没人了 地上散落着绳子 萧灵不见了 我马上反应过来 萧灵很有可能逃跑了 这个想法还没维持多久呢 指人流就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 主人 海爷 不好了不好了 着火了 指人流的声音我在屋里就听见了 来不及多想 赶紧出了房间 学校着火了 我皱着眉问了指人流一句 在得到肯定之后 我马上就朝着学校跑去 我心说这萧灵还真是麻烦 他要是不出现 我学校这边也不会24小时之内 接连发生这么多事 第486章 火 刚出来 我就看到满天滚滚的黑烟 第一时间赶到了学校的基地 我冷横一声 催动火灵珠的力量 接着我就进入了大火之中 将火焰全部吸纳了进来 这些对我来说根本就是小意思 在火灵珠面前 这些火焰根本算不得什么 大火熄灭了 一只猪鼻子蝙蝠飞了过来 接着朝我丢下来一个瓶子 我将瓶子拾起来 里面有一张信纸 纸上写着 臭流氓 这个丑 我一定会报回来的 咱们走着瞧 这张纸条应该是萧灵写的 我被这女人弄得头疼 一开始是因为陈骁她才找过来 我根本就没把她怎么样 现在弄得好像我和她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 我将纸条烧掉 怀里那个手指挂件已经消失了 应该是萧灵取走了 我心中意外 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这女人是怎么办到的 纸人流已经赶了过来 见到大火已经熄灭 她愣了片刻 听见我问话 这才回过车来 啊 主人 你刚刚说的什么 我说你去盘点一下学生 看看有没有人受伤 在我说话的时候 部分的学生已经从楼上下来 一个个面上全是灰 像是刚从煤矿出来的一般 啊 我这就去 指人流拿着大喇叭广播 所有的学生都下来了 因为我感到的及时 几乎是大火烧起来之前 就将火势给灭了 其中有几个见到火焰 钻进我体内的学生 看向我的神色也变了 李老大 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太帅了 你教教我们吧 我抬头一看 说话的人 正是昨天那个 和我搭话的学生 这小子估计还没成年呢 听见他说话 我马上就将指人流 拉了过来 指人流 这学生的要求你听见了啊 你来负责教导 辛苦了 听见我将事情 推到了他的身上 指人流的脸 马上就苦了下来 主人 你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我笑了笑 转移了话题 怎么样 人齐了没有 指人流清了清嗓子 马上开始点人 我刚刚收服火焰的时候 就已经将周围的环境 考察了一遍了 确定没有人员伤亡 见指人流开始盘查 我转身就离开了 于婉儿帮我招收的学员 下午就到了 学校到处都是焦黑一片 还没将失火现场清理干净 我跟着海爷接的人 那些人坐着大巴赶过来的时候 刚参观了学校 马上就有人声讨起来 就这环境啊 还一天收费五千 你们抢劫呢 听见这人说话 海爷当场就开骂 你不想学就滚蛋 我不缺人 被海爷骂了一顿 那个男人的脸色 一下子就变化起来 于婉儿之前就打过招呼 这次来的人 基本上都是自己事业有成的人 虽然比不上于婉儿家里的这种背景 但是怎么说 能够有两个钱 他们心里肯定是傲气的 听见海爷开骂 马上就不乐意了 只不过这人算是有涵养的 并没有说脏话 你怎么说话呢 你说能教我们抓鬼 你倒是先把鬼带出来 给我们大伙看看 不然谁相信你啊 大伙说是不是 这人的话 马上就将人的情绪 煽动起来 我觉得好笑啊 当初研究开设学校的时候 我就和海爷讨论过 怎么让他们相信我们了 就是见鬼 这件事还不简单 当初驯化的小鬼还有几只没卖出去呢 现在刚好派上了用场 海爷的脸上也跟着浮现出了一抹戏谑的笑容 行 你们跟我来 海爷挥了挥手 带着大伙朝着大厅里走去 我也快速跟在了海爷的身后 大伙进入了一个稍微昏暗点的房间之后 海爷看了我一眼 我接着就将小鬼放出来了 这小鬼被我驯化的时间长了 很是温顺 顿时 人群中就出现了低声的惊呼 鬼 这就是鬼 听见这些人的尖叫声 我将小鬼招了回来 海爷得意的看着众人 鬼你们也见到了 啊 来了这里呢 既然你们交钱 我肯定不会让你们白来 是吧 啊 虽然不保证你们每个人离开的时候都会成为抓鬼大师 但是普通的防鬼之术 那是肯定没问题的 海爷这句话出口 人群中 马上就响起了一论声 海爷对于这次招收过来的学员很是满意 这次的学员 大部分都是三十到四十岁上下的男子 比起那些心智还不健全的矛头少年 海爷更乐意接收这样年龄段的人 刚刚发出质疑的人 这时候语气也变得尊敬下来 请问这位大师啊 人是怎么变成鬼的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轮回吗 所有人都能变成鬼 正常死亡的人会被阴差带回地府 心中有怨气的才会变成厉鬼留下 不过你们当真以为能够实施报复 那都是骗人的 成为厉鬼之后 只能寄托在他死去的地方而已 很少有厉鬼能够报复成功 所以啊厉鬼也是挺可怜的 海爷头头是道地说教 让新来的学员 全部都集中精神地听着 见到大家听得这么认真 海爷的心里多少觉得有些欣慰 眼中看着自己开办的学校 已经招收了这么多人了 海爷很快将所有人带去了大教室 将剩下的事情交给了指人流来处理 新来的这批学员 自然是和之前的学生一起上课 当我和海爷从学校离开的时候 已经是中午了 天上的太阳已经让空气变得燥热起来 海爷拍了拍我的肩膀 小子 你去弄点烧酒过来 咱们爷俩喝两重 师父 您不怕下午有事啊 还喝酒啊 要不还是晚上一起得了 听见我这话 海爷马上就朝着我瞪眼看过来 嘿小子 长能耐了是吗 让你去买你就去 废话啥呀 眼看着海爷的大手朝着我拍过来 我笑了一声 接着就溜走了 我弄了几个荤菜 然后又弄了一瓶52度的白酒 坐在海爷的小楼里 我给海爷满上酒 这老家伙神情倒是颇为自得 我想起之前海爷这段时间 从银针之中研究出来的成果 忍不住开口说 师父 那符纸 您老人家到底是怎么研究出来的 我琢磨了半天也没研究明白 三杯白酒下肚 海爷的脸色微醺 露出几分得意之色 小子 你还不知道吧 啊 嘿 那银针呢 我已经复制的差不多了 啊 本来想拿人研究一番 再给你说的啊 可是既然你问了呢 那我就说说 这银针之法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吗 都是一些小孩子的玩意儿 海爷有些醉意了 可是我听见他的这番话 心里却觉得一阵的震惊 我是怎么也没想到 海爷竟然将银针复制了出来 我艰难的咽了一口唾沫 接着开口询问 师父 师父 您刚刚说什么 您已经复制出来了 海爷挥了挥大手 满脸的优越感 小菜一叠 小子 你跟我过来啊 师父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做复制大师 说完 海爷摇摇晃晃的从座椅上站起了身 朝着楼梯的方向走过去 我心中带着惊讶和激动的心情 跟在了海爷的身后 一位客生曾经说过 除了他们门派掌门的亲传弟子 根本没有人能够将银针给研究出来 他那个被逐出师门的大师兄 算是一个异类 而海爷 这完全是凭借着自己摸索的能力 竟然将这东西成功复制出来 我心中的惊讶 那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海爷有如此天赋 怪不得会被千年前草鬼派的祖师 受为弟子了 第487章 惊天秘密 我跟在海爷的身后 很快就进入了海爷的小楼之中 海爷走路都有些歪歪扭扭的 他将一个铁盒 小心翼翼地拿了出来 小子 给你看看 海爷将铁盒打开 然后摸出了一根半成品的银针出来 我将银针接了过来 拿着放大镜 这才看到上面密密麻麻雕刻出来的细小纹路 我看着海爷 他似乎对我的表情十分的满意 小子 怎么样 还可以吧 说完 海爷将银针拿了回去 打了一个带着酒气的阁 将银针重新放了回去 醒酒之后的海爷像是没事人似的 在我面前根本就是闭口不提银针之事 因为我心里觉得好奇 我专门从课生那边问了一遍关于银针的事 这小子得知海爷竟然将银针制作出来了 脸上的惊讶之色不比我少多少 哥 你这话当真吗 课生那双黑溜溜的眼睛盯着我看 从阴明胜任中的反馈 我就感觉到了课生的惊讶 我一直想找机会问问海爷那银针研究的怎么样了 但是海爷把自己关在研究室一天到晚都不出来 我真怕他会出什么意外 我是黄昏的时候才见到的海爷 海爷的神色却不像往常一样的轻松 反而变得极为的严肃和复杂 师父啊 好几天不见您了 您可出来了 上午我去了学校那边一趟 我答应大家了 让您明天过去一趟给大家指导 我咧嘴笑了笑 看到海爷一副阴郁的表情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海爷瞥了我一眼 一言不发的朝着火葬场外面走去 我见情况有些不对 马上就跟了过去 海爷走路的速度很快 而且还是朝着学校基地的方向过去的 我心中的不安逐渐地扩大 不知道海爷这是怎么了 跟在海爷身后 这老家伙静直地朝着指人流所在的 名誉校长办公室走了过去 接着就听见轰的一声 海爷竟然直接就踹门上去了 我张了张嘴巴 心说 这海爷整天都不出门 这指人流什么时候得罪他老人家了 海爷怎么生了这么大的火气 指人流 我有话问你 海爷大步进去 目光复杂地 看着正盘腿坐在真皮座椅上的指人流 声音显得有些低沉 指人流也愣了下来 根本就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海爷您这是怎么了 谁惹您了 指人流一脸懵逼地看着海爷 愣愣地从座椅上站了起来 并没有发现任何的不对劲 就在这时候 海爷的大手 接着朝着指人流的脖子上拧了上去 还敢问我 你回花圈殿都去做什么呢 你自己不清楚啊 还有 之前我徒弟消失的那段时间 是不是你一直在盯着我的动作 好将可靠的消息报给晴天 海爷的一连串问话 不光让指人流懵了下来 就连我也不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海爷我冤枉啊 你这是怎么了 指人流被海爷掐得脸色发青 眼看着就不行了 他并没有做出任何反抗的动作 我赶紧上前拉住了海爷 师父 您冷静一点 是不是发生什么误会了 我的手 竟然掰不动海爷的手腕 这老家伙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我眼看着指人流的脸已经从青色 转变成了紫红色 海爷的声音却响了起来 你他娘的放屁 那银针根本就已经控制了你的灵魂 娘的 你以为老汉我聚那狗娘养的晴天 笑话 他就是个屁 海爷这话骂完 指人流终于反抗起来 他仗红着一张脸 大声地喊着 护法 你还不快出手救我 指人流喊完 一阵尖锐的笑声 几乎是同时响起 我怎么也没想到 指人流竟然真的背叛了我和海爷 而且他还隐藏得这么深 让我从没有怀疑到他的身上 这突如其来的笑声 让我全身一阵的不舒服 我目光朝着笑声响起的地方看过去 五个人头拖着肠子出现在了我的眼底 这是之前在土灵珠出现的地方见到过的 当时课声的师傅就被弄成了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 只不过当时天色黑 根本就没看清楚 眼下却是将面前的一幕看了个清楚 粉色的肠子拖着内脏就进入了这间办公室 一股恶臭已经是扑面而至 感觉到脸部马上就开始痒痒起来 客声突然自主出现 血红着一双眼睛 瞪着面前出现的飞头将 客声突然大声的喊了一句师傅 接着就朝着这五个血腥的人头暴击过去 客声一直没忘记他师傅的死 这件事情上我心里也一直觉得有些愧疚 此时此刻杀害客声师傅的人终于出现了 老刘涛 你太没用了 这么快就让人给发现了 本来上面还没打算现在出手的 说话的人普通话十分的不标准 当我见到这人的时候 脑海之中出现了暂时的空白 竟然是你 我见到面前这个泰国人长相的光头老 记忆一下子就浮现出来了 面前出现的人 正是之前在赌场见到的那个洋鬼的人 后来被我的善念放走了 我怎么也没想到 这人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客声这时候已经纱红了眼睛 这五个飞头将的能力不可小觑 就算是客声也显得有些处于下风 只人流趁着海爷愣神的瞬间 接着就从海爷的掌控之中 逃到了泰国老的跟前 忽然 您再不出现 我就被掐死了 只人流抱怨了一句 这时候 我已经加入了客声这边的战斗 给他帮忙来了 火灵珠的力量 马上被我发挥到了极致 直接爆发 将这五个飞头将 活活地烧成了一团团的黑炭 局势的转变 出乎那泰国老的意料 客声红着眼睛朝着泰国老击杀过去 我的胸口却觉得一阵的沉闷 似乎有什么东西 马上就要苏醒过来 还等什么 觉醒吧 泰国老并没有表现出一丝惧怕之色 反而带着一种诡异的兴奋之色 要怪就怪你 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要怪就怪你 害死了我的两个兄弟 泰国老的双手高高地举了起来 下一秒 我的身体不受控制地 朝着客声飞冲过去 客声的攻击 马上落在泰国老身上的时候 火灵珠之力 接着就击中了客声的胸膛 火灵珠 是天地精华孕育而出 其中的火焰威力 不是普通的火焰可比的 我心口一阵的顿痛 亲眼看着客声的胸膛上 出现了一个黑洞洞的口子 其中放着的 正是客声凝聚的金丹 客声的身子像是坠落的纸鸢一般 直直地朝着地面落了下去 那双黑机器的眼睛 望向我的时候 带着迷惑和被最信任的人 背叛的伤痛之色 客声张了张嘴巴 身形俱灭 我看清楚了他那无声的话 他问我为什么 海爷大叫里声 李冰河 你做什么 我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 接着在海爷目光呆滞中 朝着他心脏所在的位置 狠狠抱舍过去 第488章 一邪一正 李冰河 师父 您忘记您的另一个徒弟了吗 一个几乎是印在记忆深处的声音响起 这声音我绝对不会认错 是宋子明的 我一直以为 宋子明已经消失在这个世界了 我怎么也没想到 宋子明的灵魂 竟然藏在了我的身体之内 然后做出了这些事情 子明 你还活着 海爷来不及责怪 表情变得扭曲起来 从极度的惊讶和愤怒 转变成了兴奋 然后又转变成了警惕之色 我说不出话来 此刻这具身体 竟然完全的被宋子明给掌控了 他就这么控制着我的身体 朝着海爷飞扑了过去 火灵珠的力量再次爆发出来 海爷不管怎么说 那都是活了千年的老怪物了 反应速度也是极为惊人 在马上要袭击到他身体的时候 海爷往后一躲 闲闲躲避过去 子明啊 你疯了不成啊 你为什么要帮他们那群贵孙子 海爷大骂一声 宋子明却并没有再次开口 就在宋子明控制着我的身体 攻击海爷之时 我已经用余光溅到了指人流 和刚刚那个泰国老不知所踪了 我心中痛苦万分啊 可是不管我怎么办 根本就没办法重新获取身体的掌控权 在宋子明击中海爷左肩的时候 整个学院都响起了一阵惊心的尖叫声 很快我就闻到了一股非常浓郁的血腥气 李冰河 你敢 一个女人的声音出现 我一个机灵 心中的恐惧的念头生了出来 婉儿你得快跑 这不是李冰河 海爷的右手捂着左肩 脸色难看到了极致 宋子明加上两颗灵珠的威能 根本就不是海爷能够抵挡得了的 而就在这时 宋子明似乎发现了海爷的破绽 口中发出了一声轻笑 火焰朝着海爷的眉心袭击过去 这样近的距离 海爷根本已经没办法多闪了 一个女人的身体 却在危机弯头挡在了海爷的跟前 火焰穿透了余婉儿的眉心 我看着她惊恐地睁大了眼睛 感觉灵魂都已经颤抖起来 宋子明 你混蛋 这声音始终是没有发出来 我眼睁睁地看着余婉儿倒地不起 海爷的眼睛也变得通红 宋子明 今天老汉就在这 亲自承认你这个不孝徒 海爷这句话说完 他的整个身体已经燃烧起来 海爷竟然选择燃烧自己的灵魂和宋子明决一死战 我的大脑一片的空白 眼看着海爷处在下风之中 我还是没有一点办法 启刘海 没想到有一天会被自己的徒弟亲手杀死吧 好好享受你的最后一刻吧 在海爷和宋子明交战过程中 晴天终于出现了 晴天的身体并没有完全恢复 而是一团黑色的雾气出现在这里的 这恐怕就是晴天的本尊了 海爷的身上已经到处都是伤口 它燃烧灵魂之后 力量已经逐渐的减弱了 就在我大脑混沌之时 海爷终于抵不过拥有了两颗灵珠微能的宋子明 胸口上中了致命一击 一双眼睛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 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海爷再也没有起来 如果我能够掌控身体 恐怕我现在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我甚至是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我没有哪一刻更痛恨此刻的自己了 李冰河 你后悔了吗 晴天的声音非常的阴冷 带着几分傲视一切的口气 就好像我说了后悔 还能够将海爷救活一般 晴天挥手 我的身体感觉到一阵吸引的力量 接着一团黑气从我的身体之中出来 这一刻我又恢复了对身体掌控的能力 可是那又怎么样 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我呆滞地望着鱼婉儿和海爷的尸体 没有理会晴天的话 上前帮鱼婉儿和海爷合上了双眼 一行热泪从眼眶之中流出来 我已经完全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勇气 我没办法面对海爷 晴天见我连抵抗的动作都没有 再次开口 废物就是废物 两颗灵珠落在你的身上 实在是太委屈了 不过你现在也下去陪他们吧 说完一股极度的危机感就朝着我的天灵盖逼近过来 我闭上眼睛等待着最后的死亡 砰的一声 接着一个少女的身体挡在了我的身前 大笨蛋 你是不是傻了 你怎么不攻击她 是她害死你的师父 不是你 一个白色裙子的少女出现在我的跟前 帮我强势挡下了刚刚晴天的攻击 我愣了瞬间之后 心底升起了一股异常强烈的怒火 接着朝着面前的晴天攻击过去 我配合着雪儿 我们两个几乎是可以和晴天打个平手 晴天 这次我不会放过你了 我自己都没想到 自己的声音会如此的平静 甚至没有一点点的波动 我掌控着土灵珠的能量 直接将晴天困在了由土之力形成的囚笼当中 就在这时 很久没有出现的陈霄竟然也杀了过来 他已经满身是血 脸上的神情近乎疯狂 跟着指人流和那个泰国老一起冲了进来 就在我准备迎击的时候 囚龙瞬间化为了鸡粉 我惊讶之中 这才发现晴天已经掌控了雷之力 这绝对不是他以前能够掌控的 李冰河 你这种废物 本不该掌控灵珠之力 说话间 一金一青一白三颗灵珠出现 我体内那颗融合在一起的珠子竟然神奇的分开了 由那颗赤白相间的珠子重新化为了两个灵珠 雪儿第一时间感觉到了不对劲 目光落在出现的几颗灵珠之上 接着将体内蓝色的灵珠逼了出来 朝着我体内融合过来 大笨蛋 接下去看你的了 雪儿的目光之中满是相信之色 我一愣 明白过来雪儿什么意思 马上利用目前拥有的能力 朝着空中出现的三枚灵珠抢夺过去 就在六颗灵珠全部出现之时 一股强大的生机之感 从旁边海叶的体内升起 我一喜 转而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并不是海叶醒过来了 而是最后一颗灵珠苏醒了 绿色的光芒充斥了整个空间 我的身体所受的伤势 全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在复原着 一股从未拥有过的感觉 从我的体内苏醒 那目灵珠出现之后 自然成为了晴天的争夺对象 但是这目灵珠 似乎早就已经认主了 直直地朝着我飞射过来 直接溶进了我的身体当中 一股庞大的能量 从我的身体当中复苏 一团强光将我的身体笼罩 我听见了海叶的声音 臭小子 这灵珠是我师父一直埋藏在我身体当中的 我从来没想到 师父他竟然选择让我活了下来 我现在死了 这灵珠就传给你了 我不怪你 海爷的一番话 让我跟前再次浮显出他倒下的画面 胸口传来的酸楚 让我整个人都无法呼吸了 我跪在地上 磕了三个响头 师父 放心 第489章 强势击杀 我再次站起身的时候 光团已经消失了 我强势朝着晴天攻击过去 拥有了三颗灵珠之力 晴天根本就没办法和我比较 我无视了他的狠话 耳中只有海爷的声声教诲 在我的强势攻击当中 晴天几乎是坚持了几个回合 直接被我强势破开了防守 黑色的烟雾也开始变得淡薄起来 李冰河 你敢杀我 就再也不可能复活你的师父 我仅仅是愣了瞬间 接着融合了四种灵珠微能的攻击 没有一点滞留的落在晴天的身体之上 黑色雾气 直接消散而去 三颗灵珠浮现 我直接夺了过来 然后强势将这三种灵珠 占为了己有 当我的目光落在指人流 和那个泰国老身上的时候 他们的目光 犹如在看一个为杀戮而生的修罗 我伸出手指 对着指人流轻轻一指 死 扑斥一声 指人流直接化为了一缕黑色的烟雾 消散而去 刚刚还在和雪儿打斗的泰国老 健壮不对 马上就想溜走 我冷笑一声 攻击落在了他的身上 泰国老当场被强势击中心脏而亡 我万万没想到 白亭竟然也出现在了这场屠杀之中 我盯了他额头上出现的诡异黑色纹路 就明白了这一切了 你们都死吧 我这句话出口之后 所有的人 全部都像是中了罪恶恶毒的诅咒一般 一个个歪头倒在了地上 接着蹊跷流出黑色的血液 一个个全部身亡 雪儿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她的小脸已经煞白 喂笨蛋 这次干得不错 都结束了 雪儿的话就像是裁判的声音 听见她这话 我的身体马上就软了一下 接着浑浑噩噩出了这个门口 鲜血在我脚下流淌 整个世界似乎都一片安静 我绕过一句句的尸体 从大教室出来 接着跪在了血泊之中 冰凉粘稠的液体 顿时浸透了我的裤腿 我没有勇气去其他地方查看 我能看到的 除了血红 什么颜色也没有了 雪儿的脚步从血泊中踏过来 她的神色之中 没有一丝的波澜 笨蛋 这不是你的错 雪儿的小手贴在我的肩膀上 可能她想给我安慰 可是这没有一点点温度的小手 让我的心里一片的冰凉 一个影子 从我的面前清晰起来 雪儿的小手马上离开了我的身体 警惕之后变成了心细 面前出现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 雪儿的目光落在男人的身上 马上就飞扑了过去 父亲 面前出现的男人 身穿一身藏青色的长衫 面相十分的年轻俊逸 这男子的面容 当真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 我抬头看了一眼 心中突然生起了希望 你就是地府之主 男人一双俊美的眼睛朝我看过来 轻轻点头 嘴角站出一个笑容 我们又见面了 真没想到 你竟然会走到这一路 我没心思问他什么时候见我 我知道他是地府的主人之后 马上就激动起来 请你将所有人复活 他们不该死的 我几乎是激动的 上前抓住了男人的袖袍 我忘记了自己手上 已经满是鲜血 冥王的眉毛轻轻的拧了一下 拂去我弄到他身上的血迹 摇了摇头 这是你自己造成的苦果 应当由你承受 我不会再帮你第二次了 这时候 我脑海中的画面终于清晰起来 原来上次在地心之中的时候 我就已经死了 但是这冥王出现了一次 将我救活 然后收走了所有的鬼兵 听见他不打算帮忙 我的眼神马上就冰冷下来 现在七颗灵珠都为我所用 我面对这万鬼之王的冥王 也全然不惧 你当真以为我怕你 说完 我马上就朝着冥王攻击了过去 七颗灵珠的威力 可怕的惊人 冥王接着就变了脸色 等一等 我也不是没有办法帮你 就是怕你不肯驱舍 听见这番话 我马上停了手 朝着冥王看过去 你说 什么办法 一阵寂静过去 冥王这才开口 将你得到的灵珠全部交出来 并且恢复普通人的身躯 我微微一愣 这种掌控能力的感觉 确实让我觉得非常的痛快 可是这力量 是由这么多人的鲜血换回来的 我只是愣了一下 马上就开口询问 我的师父能不能复活 海爷如果永远都没办法醒过来 恐怕我这辈子会愧疚而终的 冥王的神色为难起来 你师父 已经燃烧了魂魄 恐怕 你就说能不能 我打断了他的疑虑 皱着眉看过去 冥王似乎非常惧怕我灵珠的危能 马上点了点头 能 几乎是他说完这话的同一时间 我马上将体内的灵珠召唤了出来 七颗灵珠毫无保留的落在了冥王的面前 他看了一眼 手轻轻一招 直接将灵珠化为了灰烬 借着无数的光点朝着周围落下 我脚边的鲜血慢慢的消失了 所有人也全部消失了 包括我这个学校 光点慢慢变强 我睁不开眼睛 等光线消失之后 我睁开眼睛 重新出现在了废旧的工厂之中 雪儿和冥王并没有消失 他们两个人让我知道 刚刚的一切并不是我的一场大梦 李冰河 你身上的法器 我就不取走了 但是你的能力我已经收回 我和雪儿也该走了 冥王拉着雪儿的小手 慢慢的在我面前消失 我摸了摸脖子上挂着的 月牙形的玉石挂剑 从废旧工厂走了出来 的确啊 我所有能力都消失了 完全的变成了一个普通人 我从废旧工厂出来没有多久 沿路就碰上了于婉儿 他皱着绣眉 对我呵斥出声 李冰河 你怎么又在偷懒 见他于婉儿复活 我咧嘴笑了笑 跑上去就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见到你太好了 说完 我松开一脸呆滞的余婉儿 快速朝着火葬场跑了回去 海爷的二层小楼并没有消失 只是这里的所有人都不记得之前的事情了 我又变成了所有人口中的夜班司机 我冲进海爷的二层小楼 上上下下找了一遍 一个人也没有出现 我失望的下来 走到门口的时候 看到墙上出现的那个小洞 那是我当初练习海事射击法留下来的 就在我失望之时 一个人的声音传了过来 我说李冰河 你管好这疯老头啊 他又在这里拉屎了 我心中觉得疑惑 朝着外面走了过去 见到一个中年男人提着海爷的领子 海爷一脸惊恐的看着周围 神情迟钝 剑装我马上就火了 上去就打了那提着海爷的男人一顿 把手撒开 放尊重一点 男人被我打倒在地 马上就爬起来和我扭打在了一起 我也不拒 左一拳右一拳打得痛快 海爷吃傻的在一旁拍手大笑着 很快 我们两个人的动作 引来了大家的围观 于婉儿出现之后 周围的笑声马上就消失了 打架的两个 来我的办公室一趟 第四百九十章 中章 我和中年男人分开 互相瞪了一眼 跟在于婉儿的身后 进了他的办公室 为什么打架 于婉儿坐在座椅上 皱着眉看过来 中年男人抢在我前面开口 这小子疯了似的就给了我一拳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中了什么邪 你呢 你说说你为什么动手啊 于婉儿朝着我看过来 并没有因为中年男人的一面之词 而对我训斥 他对我师父不客气 我就动手教训教训他 怎么不应该吗 我说完 朝着中年男人抬手做了一个要打他的动作吓唬他 当场于婉儿就呵斥出声 够了 要打别在我面前打 你们两个全部扣除十天的工资 中年男人不敢出声反抗 我却直接开口说 于婉儿 这会儿我不干了 我要辞职 说完 我甩了甩袖子 直接离开了于婉儿的办公室 不管有没有人留我下来 我都决定离开了 也就是在走的时候 我才从别人口中知道 郑晓峰几天前 出去代表火葬场的领导开会了 没有见到郑晓峰 我心中多少觉得有些遗憾 当我拉着一个行李箱 然后带着海爷走向火车站的时候 回头看了看车站 心中觉得有些不舍了 但是我所有的心愿都已经完成了 就是这辈子也不可能娶到苏玉晴了 我心中略微觉得有些遗憾 接着我抬腿坚定地踏进了火车站的检票口 带着海爷离开了这里 我想 我一辈子都不会再踏进这片土地了 我妈知道我回乡下意外地高兴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距离太远的缘故 我妈的记忆和张家明的记忆并没有被篡改 我一回来张家明马上就过来了 他家在西村口 我家在东村口 离着也不算远 没想到张家明这小子都已经开上自己的小汽车了 当天晚上我妈就做了一大桌子的菜 冰河呀 你师父怎么成这样了 怪可怜的呢 我妈见我给他提水进来 小声念叨了一句 我心中觉得苦涩 摇了摇头 用坚定的语气说 妈 我师父救过我的命 他变成这样全都是因为我 您可别欺负他 我妈的神情一下子紧张起来 儿子 怎么回事啊 我摇了摇头 没有理会他 转身进了大厅 桌子上已经摆了七道菜了 家里人少 就张家明这小子过来了 我们一共就四个人 我朝着外面喊了一声 妈 您快进来吧 别忙活了 张家明吃着菜 对于海爷变成这份模样 他也十分的意外 看我脸色不好看 就没敢多说话 饭桌上 我妈就问起我那个女朋友 怎么没有跟着回来 我心里发丑啊 我心说这明王也是啊 怎么就没有将我妈 他们的记忆给改改呢 我做出一副苦相连来 妈 快别提了 我俩吹了 大家有钱 人家看不上我这个穷小子 听我这么说 我妈倒是不再询问 于婉儿的事情了 马上安慰我 儿子 你放心 咱们村里啊 也有不少的好姑娘 明儿我就去给你说一个 我觉得有些头大 赶紧摆了摆手 妈 你你别别了 我刚失恋 还没适应过来呢 虽然将于婉儿 当成挡箭牌 我有些不好意思 但是我妈见我还是一个痴情种子 脸上就笑开了花 成 儿子 妈听你的 一黄眼 两年过去了 我在老家弄了一块小鱼塘 收益还算不错 挣了两个 家里的瓦房 也盖成了小洋房 院子里被我弄来一棵粗壮的海棠树 长得倒是很好 今年立春之后就开花了 满树的白色小花香得很 我坐在树荫的躺椅上 海爷也坐在我的跟前 我妈她老人家 又去为我的 还不知道在哪里的媳妇奔波去了 丽冰河 你个混蛋 熟悉的声音 带着些许的颤抖响起 我差点从躺椅上摔下来 我睁开眼睛 看到一张早就硬刻在我内心深处的小脸 还有那双已经通红的眼睛 树荫投过来的点点阳光 落在了她的脸上 似乎也照进了我的心里 苏语强 你 你怎么找过来的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 主播 谷仓 本剧到今天为止 全部播送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先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